那最后,如果说我要在执行之前 要更改B1里面的值 B1里面的值就是会跳出一个所谓的Input Box 就跳出来那个视窗 视窗上面要显示上面有一些文字 让使用者知道说要输入什么 你可以给他一个请输入存款金额 那等到这个地方,它Input Box跳出来之后 那我们有输入对不对 输入的值呢,它就会自动怎么样呢 会传给前面的这个就是Range Range就是范围的意思 范围哪一个范围呢?就是B1的这个储存格 就会把B1里面的值更改 更改成使用者输入的值 所以这边的话只要加入这样一行就可以了 就是Range,刮符,B1 它等于什么呢? 等于Input Box 后面的话呢,请输入存款金额 那这样子的话呢,后面的部分都一样 都一样,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五个步骤嘛,对不对? 那五个步骤呢,全部都不需要更改 就会跳出一个Input Box 填完之后呢,也自动会给我们要的结果 那这部分的话呢,我们来试试看 这地方 最后这边填完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 把这边我们来 最后呢,我这里直接 先把资料先清除好了 清除 清除之后呢,聚集里面呢 就是计算利率按一个执行 跳出来,直接输入 计算完毕了 那当然你最后呢,自行再增加什么 增加像这样子的结果 就是按钮,刚刚做过 所以这个自己再做一下 直接输入 好,最后呢,再增加一个清除 两个,就完成这个部分的练习 好吧,画面呢还给各位一下